二,请不要说我变了,因为我没变,只不过懂得了,别人怎样对我,我就该怎样去对待别人,如果不喜欢,那就去改变,如果改变不了,那就去适应,如果做不到适应,那就只好回避,如果连回避也做不到,就只有放手。 但一般的情况是,能干的人会选择改变,懒惰的人会选择适应,懦弱的人选择回避,勇敢的人选择放手,四,你不找我,我不找你,各自开心,无所谓什么失望不失望的,反正我呀,投之以逃,抱之以理,五生活中本就充满了失望,不是所有的等待都能如愿以偿,你且笑对,不必慌张,六听我的一定要好, 好好生活,一定要努力赚钱,到学后,你就会发现,人生意义发光的时候,那还有时间去抱怨,去矫情,去画得幻失去留恋就恋情,其当你知道了许多真实,虚假的东西,就没有那么多酸情了,你越来越沉默,越来越不想说,把每一次告别,最好用力一点,多说一句,可能是最后一句, 多看一言,可能是最后一言,就别后悔,别追忆,如果时间可以倒退,一切也就不再珍贵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 你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